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我是廖一輝,歡迎收看時間作手 我們跟各位分享的一樣,不管做票也好,做棋子也好,其實都可以很簡單,但是一定要有領先而且可以實戰新技術 就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當他們擁有新金流觀念的同時,不用再像過去一樣死爆活爆 也不會像過去一樣有滿手踏勞股票的遺憾,要跟著新金流觀念,用最踏實的方式一步步做下來,很自然的就可以創造出比標跟標互利 但是,很多的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到底原因出在哪裡? 在操作股票過程當中,常會遇到很多致命的關鍵,包括股票套牢不會去停損,讓自己的股票會越套越深 股票總是會爆上爆下,讓資金的效率沒有效率 而持股貴分擔的結果,到最後會非常難管理,而匯多不會空,行情永遠只能做一邊 所以每次當行情下跌的時候只能註定賠錢,而進出沒有證據,所以只能用拆的 甚至呢,買賣點才會慢的半拍,讓自己的風險會多出更多來 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下,各位目前的操作是一個主動式的操作還是被動操作 在資金效率的部分,能不能去主動集結創造獲利,還是總是像過去一樣 消極的死抱抱手上的股票,只是等著上漲 在風險控管的部分,能不能在風險出現的第一個時間點 直接控管在最小範圍之內,還是總是像過去一樣 任由虧損持續不斷的擴大,然後不會去理它 而在進出規劃的部分,你們在進場之前很明確先把進場 停損、停利,三個價位先把它規劃出來 還是總像過去一樣,完全沒有任何規劃 就是先進場再講,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你的操作目前是主動操作還是被動操作 也就有在節目當中才跟各位分享的 操作一旦陷入被動,當行情出現震盪或變化的同時 股票就非常容易套牢,而一旦套牢之後 常常會越套越深,最後沒有辦法翻身 相反的,跟著做手系統去做,一定是個主動適合操作 而這個系統呢,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創的 包括城市的部分,也是我一個人獨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託外面工程師 這市場當中,其他軟體絕對做不到的 而在進場之前呢,可以立即不確顯示 進場停損、停利,上架位一次合各位 我堅持賺最好賺的,因為資金效率才高 這是因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筆代進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多空能雙向,獲利自然就會加倍 就同你說,也就平衡事實 也就同每天我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跟著星級外觀去做,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一檔股票就夠了,而且每一筆代進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一定是百分之金買檔 一定要百分之金賣掉一檔之後 才有錢換下一檔不是嗎? 就是要用最踏實的方式,一步步做下來 從12月22號到今天,一個月的時間 你的一百萬透過金流力量 已經幫助穿出一百五十一萬的利潤了 那你一千萬呢 透過金流力量,不是也幫助穿出一千五百一十萬的利潤 但是,再回過頭想一次,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如果還在過去死報活報的方式做股票 甚至呢,還在用不能實在的軟體幫助自己抄股票 到底幫助穿出多少的報酬 因此呢,就在節目當中,非常要提醒各位的 我說過去一條路,如果一路走來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通的時候 此時刻,就該歪一條路,換個方法走的時候了 就同每天,圍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喔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一月六號這一天 這樣股票一百萬,賺了十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金,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政要報酬 六號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再把資金轉買心情這樣票 賺它,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的發生 六號也就在這一天喔 系統告訴我們,全部要賺了錢,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轉買心情這樣票,賺它,最好賺一段 好,K線,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坐在較上面的代表天台 短短三天兩頭,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十三點九萬的利潤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這張股票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堅持賺它,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在十號這一天 這樣股票一百萬,賺了十三點九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紅棒創新高,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也不知道捨不得賣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但當股票,賺完最好賺一段 你如果沒有做手系統 你不知道賣,你捨不得賣 不知道最後會像過去一樣的 抱上抱下,又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當你擁有新金有觀念 賺錢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在十號這一天 這樣股票一百萬,賺了十三點九萬 然後,系統告訴我們金,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放一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十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再換到什麼樣股票身上 很簡單,全部交給做雙系統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1月10號這一天 很簡單的按,一件選股多 一樣是,資金選股 三秒鐘時間,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華金這項票 賺它,最好賺一段 K線,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坐在這上面的別人 短短的三天兩頭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 14萬 14萬 14.9萬的利潤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發生嗎 所以呢 這項票,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堅持賺它 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2號這一天 這項票 100萬,賺了14.9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 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紅棒 創新高,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大家當股票 賺完最好賺一段 你如果沒有做手系統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讓大賺被小賺一看 又再次發生 但是 當擁有 新進入的觀念 遺憾 不但不會發生 反而可以加快自己賺錢的速度 我們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2號這一天 這樣股票100萬 賺了14.9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票報酬 問題是 12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的國家身上 還是一樣 交給做手系統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12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簡單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一鍵選股多 一樣是執行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買I30這項票 賺它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 不斷地發生 12號也就在這一天 所以呢 這項票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這項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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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它 最好賺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次的 坐在家上面等別人談 短短的4到5天 你的100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 24.5萬的利落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項票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堅持賺它 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30號這一天 將股票100萬 賺了24.5萬 系統告訴我們 已經賺完 最好賺一段 所以紅棒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大概當股票 賺完最好賺一段 你如果沒有做手系統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爆最後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爆上爆下 又浪費了兩天的時間 但是 當擁有新經濟的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月30號這一天 這樣股票100萬 賺了24.5萬 系統告訴我們 已經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下來 接著換股正要報酬 問題是 30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的股票身上 很簡單 還是交給做手系統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30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簡單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案 一件選股多 一樣是資金選股 3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順得這項票 賺它 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 不斷地發生 30號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全部賺了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轉買順得這項票 賺它 最好賺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較上面的邊談 短短一天兩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十萬的利落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也就我們在節目當中 該跟各位分享的五個金流而已 事實上 從1月5號到今天 十一個交易的時間 你一百萬透過薪金的觀念 已經幫自己創出七三萬的利潤了 那你一千萬呢 因為幫自己創出七百三十萬的利潤了 但是到今天 還是用過去死報活報的方式做股票嗎 還是用過去不能實在軟體幫自己超股票嗎 很多的朋友在市場當中都很想要知道 如果用最短時間可以幫助自己把資金做翻倍 而在市場當中要做到最短時間翻倍 事實上並不難 但是一定要完完全全敢做到 敢賣敢賣敢換股 所有操作資金一定是百分之間 集中操作單單股票 不能像過去一樣 總是分批加碼分散個股 每檔股票一定要堅持賺最好賺這一段 也不能像老派投資觀念一樣 總是消極的死包包手上的股票要等上漲 更重要的 一定要領先市場最好賺的買賣點 也不能像過去一樣 進去的時機才會慢的半拍 而跟著作手系統去做很簡單 所有操作一定是百分之間 集中操作單單股票 加上嚴格風險控管跟領先市場買賣點 才有辦法幫助各位把財富快速累積錢 很多投資朋友股票為什麼做得很辛苦 也很簡單 因為當你沒有辦法掌握住一檔股票一個階段 最好賺買點的同時 它會像過去一樣 就是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一等不知道等多久會浪費很多時間 要不然就是總是等到大漲一段之後 再衝衝忙忙幫別人抬轎 而追價結果你所承擔的風險就會變得非常高了 而過去呢 你是不是常常會有個經驗 過去太強調股票結果什麼 一檔股票就是新會員 要幫救援員抬轎 然後一路一路買上去 可是買上去到最後 不知道誰是會一隻最後一隻老鼠 它就跟著做手系統很簡單 新會員永遠不用幫救援員抬轎 因為我們要掌握的買點 永遠只有一個 就是最好賺的買點 就同這檔股票在這一天 當你有做手系統的同時 你一定看到個事實 周線多日線低跟紅色曲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絕對是這個階段以來最好賺的買點 而且是唯一能買點 既然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 我所有客戶這檔股票這一天 一定是百分之金買進 那好事很這樣發生 也就是我在節目當中 常會跟各位分享的 我從來在節目當中 不會跟各位特別強調任何一檔股票 因為當我們擁有賺錢的辦法 同時 每檔股票都會來幫我們賺錢 而每一天就會有賺錢的機會 也不用像過去一樣 總是用新會員要幫救會員抬交 所以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當你有做手系統 這樣不必要在這一天 你一樣看到事實 你一樣看到另外一個賺錢的機會 就是周線多日線低跟紅色曲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同時這個階段以來最好賺的買點 而且相同是唯一的買點 既然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是一樣 百分之金買借讓好事很戰發生 所以就同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 這股票可不可以這麼簡單 可不可以這麼簡單 明確而且非常輕鬆 當然可以 所以當你有賺錢的辦法的同時 當你有做手系統的同時 這一檔股票在這一天 一樣是另外一次賺錢的機會 也就同你所看到的 周線多日線低跟紅色曲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同時這個階段以來最好賺的買點 而且是唯一的買點 同樣的 還是一樣 百分之金買借 讓好事很戰發生 那為什麼我們堅持要賺 買最好賺的買點 很簡單 在買進的同時 要在最短時間之內 要把獲利實現出來 絕對不是像過去老派投資觀的一樣 總是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一等不知道等多久的時間 太沒有效率了 甚至呢 你要等到長紅漲停之後 突破之後 確認之後 再去做追價 再去做買借 相同也是慢了半拍 所以跟著做手系統很簡單 要買就有個買點 就是最好賺的買點 也就等我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 當沒有賺錢的辦法的同時 每一天都會有賺錢的機會 如果你錯過前面那一些股票的機會 事實上你也不用幫 新婚員也不用幫救援人抬交 為什麼 因為我講過 當你有做手系統的同時 每一天都會有賺錢的機會 包括在昨天 這張票 你有做手系統的同時 我們所有人都看到同一個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同樣是這個階段以來 最好賺買點 而且是唯一的買點 既然在這麼簡單 清楚明確的情況之下 當然我所有客戶在這天還是一樣 百般直接買街 讓好事很讚發生 更重要的是 我強調的是 操作上面資金的效率 所以會賺錢手上一次 一當股票一個點位就夠了 就同你所看到的 買點這麼明確 需要分批 去做加碼嗎 當然不需要 過去 對於買點沒有把握 所以你必須要猜 所以不要在每個地方 都會買個一成兩成試試看 可是買到最後 不知道等多久的時間 資金不知道卡在裡面多久 甚至買到最後 甚至跌下去的過程當中 會越套越深 最後沒有辦法翻身 一般總是等到突破之後 再先做試探性的買進 買個一成 然後越買越高 成本越墊越高 所以跟著做手系統 事實上很簡單 買點就只有一個 一次股票 就是一檔就夠了 所以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買進之後 在最短時間之內 要把獲利實現出來 而這就是做手系統 獨特技術 也就是在節目當中 才跟各位分享的 我原本只相信 只有客戶獲利的口碑 才最好行銷 其他都是多餘的 但是想要跟著 新進行的觀念 創造出比標跟標獲利 事實上並不難 你現在欠缺只是一個 親身體會領先實戰 新技術的機會而已 我們秀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您需要消極地等待機會 您需要積極地創造獲利 啟發頭部幫您啟動 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自己推薦 您需要消極地等待機會 您需要積極地創造獲利 其他頭部幫您啟動 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自己推薦 022-2389-8029 022-2389-8029 022-2389-8029 您需要消極地創造獲利 其他頭部幫您啟動 各位投資朋友 歡迎來到現場 就會統跟各位分享一樣 當沒有有作手系統去做棋子的同時 就只有一口單 百分百當充 完完全全沒有流暢壓力 我們可以讓好事每天都會發生 就會統這個地方的結果 一定是一口單賺賠加總結果 就同你所看到的 台子01一個月過去了 增這麼多 負這麼多 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增1595點 02一天過去了 正這麼多 負這麼多 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增157點 當然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好事一樣再次發生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一筆 多一筆 一口當充可以增157點 但是 很多的朋友過去 不管自己做 或跟著投顧老師去做 指數常會做得很辛苦 到底原因出在哪裡 在操作指數的過程當中 常會有很多致命的關鍵 包括以預料盤整盤 常會被多空雙殺 市價追單有非常嚴重的滑價問題 而在進場之前 沒有辦法先把停損停力先規劃好 所以操作上面常會慢的半拍 加上你所使用的軟體 買賣點訊號會消失 還有太多的參數模組 週期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要讓自己去猜的情況下 做起來當然會非常辛苦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下 你目前的操作是主動操作 還是被動操作 在資金效率部分 能不能去主動積極的創造獲利 還是像過去一樣 消極的死抱抱手上的部位 要去等著賺錢 風險控管部分 能不能在風險出現的第一個時間點 直接控管在最小的範圍之內 還總是像過去一樣 任由虧損持續不斷擴大 甚至呢 在進出規劃的部分 能不能明確的先把進場停損停力 在進場之前先把它規劃好 可以總是像過去一樣 走一步開一步 而跟著作手系統去做很簡單 在進場的同時 系統就可以力情卻顯示 進場停損停力 上個價位一次的各位 週期固定十分線做當從 全數定價完全不會滑價的問題 每一天每一筆 我都跟各位對價對時 賺的賠的會全部跟各位分享 沒有參數可以設 這個模組簡單明確 全部不用客氣參 就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一筆對一筆 一口當沖呢 可以振一百五十七點 而接低比價訊號在八點五十五分的時候 是一個延續盤 同步做多訊號 那為什麼不做 很簡單 因為我們在進場之前 會先到進場停損停列位置 如果先來到停列板註點的同時 必須要等它下一個機會 也就在這個地方 趨勢盤同步做空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系統 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當行走到這個位置 本來在灰色線上變到線下 線上變線下轉折 線下是綠色 所以同步做空 所以收盤收定 我們當然是攝收盤價 15425去放空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下一根K線最高來到449 所以定價百分之百 全部穿成交 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班各位規劃支撐區 一口單 這一百五十七點 記得把它發一口單 就總在節目當中 才會跟各位分享的 當我們擁有領先實戰新技術的同時 好事自然每天都會發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